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9号下午 就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进行第38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 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 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 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 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 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刘元春 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 提出了工作建议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讲解 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强调 在党的百年奋斗立场中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从我国国情和不同时期主要任务出发 不断深化对资本的认识 不断探索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破除所有质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 认为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 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 是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 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各类资本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提出并坚持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习近平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坚持和完善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并把两个毫不动摇 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作为党和国家 一项大正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 我们全面深化改革 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为各类资本发展 营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 我们强化反垄断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有效防范风险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我们着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克服经济脱石向虚的倾向 重点解决不良资产风险 泡沫风险等 我们持续扩大对外开放 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我们对资本性质的理解逐步深化 对资本作用的认识更趋全面 对资本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入 对资本运行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 习近平强调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资本同土地 劳动力 技术 数据等生产要素 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 做出了贡献 各类资本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肯定 现阶段 我国存在国有资本 集体资本 民营资本 外国资本 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 并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 主体更加多元 运行速度加快 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 习近平指出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 坚持问题导向 系统思维 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 坚持疏赌结合 分类施策 统筹发展和安全 效率和公平 活力和秩序 国内和国际 注重激发包括非公有资本在内的 各类资本活力 发挥其促进科技进步 繁荣市场经济 便利人民生活 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作用 使之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力量 习近平强调 要加强新的时代条件下 资本理论研究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要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对待和处理资本的正反两方面经验 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本理论研究 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 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 共同发展 发挥其发展生产力 创造社会财富 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 习近平指出 要历史的 发展的 辩证的 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 各类资本及其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 极具配置的重要纽带 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要发挥资本 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同时 必须认识到 资本具有逐利本性 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 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 我们要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 在性质上要区分 在定位上要明确 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 习近平强调 要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 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 按牢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在社会分配中体现人民至上 要注重经济发展的普惠性 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 既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 获得增值和发展 更注重维护按牢分配的主体地位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道路 习近平指出 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要继续完善 我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功能 为各类资本发展 释放出更大空间 要健全产权保护制度 深入推进实施公平竞争政策 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消除各种市场壁垒 使各类资本机会平等 公平进入 有序竞争 要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 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促进投资便利化 以优质市场环境 吸引更多国际资本 在我国投资兴业 要支持和鼓励我国资本和企业 走向世界 习近平强调 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 要设立红绿灯 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 形成框架完整 逻辑清晰 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 要以保护产权 维护契约 统一市场 平等交换 公平竞争 有效监管为导向 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 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 立改废事 要严把资本市场入口观 完善市场准入制度 提升市场准入清单的 科学性和精准性 要完善资本行为制度规则 要加强反垄断 和反不正当竞争监管执法 依法打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 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要培育文明健康 向上向善的诚信文化 教育引导资本主体 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将信用信义 重社会责任 走人间正道 习近平指出 要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 要总结经验 把握规律 探索创新 增强资本治理的针对性 科学性 有效性 要深化监管体制机制改革 坚持依法监管 公正监管 源头监管 精准监管 科学监管 全面落实监管责任 创新监管方式 弥补监管短板 提高资本监管能力 和监管体系 现代化水平 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 要按照谁审批 谁监管 谁主管 谁监管的原则 落实监管责任 要加强属地监管 地方要全面落实 属地监管责任 确保监管到位 要完善行业治理 和综合治理的 分工协作机制 加强行业监管 和金融监管 外资监管 竞争监管 安全监管等 综合监管的协调联动 要精准把握 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 重点领域 和重点对象 增强治理的预见性 和敏捷度 发现风险 早处置 早化解 习近平强调 要加强资本领域 反腐败 保持反腐败 高压态势 坚决打击 以权力为依托的 资本逐利行为 着力查处 资本无序扩张 平台垄断等 背后的腐败行为 习近平指出 规范和引导 资本健康发展 是党领导 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 各级党委党组 要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 决策部署上来 切实承担起主体责任 提升资本治理本领 加强政策宣传 和预期引导 坚决防范发生 系统性风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